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警方找到孩子却并不能为他们找回团圆 因为孩子回不了家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被出卖的骨肉情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6月 齐齐哈尔市铁峰区南普路派出所的民警 在进行日常的入户走访调查的过程当中和大家聊天 无意义当中有人就讲 说有一个社区里面的一户人家好像是收了别人的一点奶粉钱 把孩子就给了人了 说者无益听者有心 什么叫把孩子给了人了 怎么孩子说给就能给出去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涉嫌到对孩子的拐卖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6月的东北 齐齐哈尔 天特别的蓝 云淡风轻 可是民警走进这家农户的时候 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 好 几分啊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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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前二光局 铁风 쓰� Kevin 我们是男朋友拍所的人 之前 explorer嘛 到你这来的就是 irgendwoh 这个孩子是你亲爱的吗 不是啊 在玩着玩地你都倒下没去 什么事儿啊 我和你走啊 我家里一块人啊 那鸡上谁挖 一会就回来 一会就回来 你现在没去告诉你啊 报案台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几个人涉嫌犯罪 这几个人已经被我们刑事拘留了 那我不算 他不是那种操伤点了 对啊 那我当时有个事 当晚上有关的情况 咱们了解清楚 你跟我们去 咱们一事怎么判断呢 那不是咱们冲锅报的的 是吧 这事有个事 我们不是说 有个事咱们得 专体调报 你跟我们去把这台 最终咱们有个好的结果 咱们处理好再把这个事 好不好 回来了吗 给弟娘 你回来了 你怎么说 陈卓是 报养的时候 是拐骗的 是啥的啊 这公安局来了 调啥来了 咱们家呢 你回来了 齐吉哈尔市公安局 南普路派出所的民警 侦办的这起案件 其实是一个月前 发现的线索 民警们在日常的 入户走访当中 听说了一个 很蹊跷的现象 有人说 辖区的住户中 一位母亲 把自己的孩子给人了 自己的孩子 怎么就会给人呢 事情有被常理 警方沿着这条 可疑的线索 查了下去 咱们先把外围 先固定证据 经过了三天的走访 确实这个事 基本能定下来 王启荣确实 有卖孩子 这个事 王启荣是辖区的住户 他的丈夫叫张中军 在家排行老四 大家都叫他张四 夫妻俩有一儿一女 2003年 王启荣生下了第三胎 听说孩子生下来没几天 就让人给买走了 有人反映 与王启荣家 仅一墙之隔的贾书秦 好像从中帮了忙 警方悄悄地找到了贾书秦 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 在家排的退休了 你认识张四和张四几个吗 嗯 那个张四家几个还有 现在两个 现在两个 有没有其他 我男孩一女 生不生一个其他的子女 才就我冲的那个 什么时候生的 那时候算是2003年 2003年 这个为什么冲我女冲吗 就是他姐姐大了的 他姐姐 他姐也会在咱家邻居嘛 怎么说呢 他姐姐说 那个 你那四喜欢生个孩子 你条件也不好 你说 能有没有好人家 给搭一个 老邻居贾书秦说 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中间人 是张四的姐姐张燕芝 当时是他来让帮忙的 很快警察就把另外的一个中间人 张燕芝也找到了 这个别人家生完孩子 都是这个好好抚育自己 还为什么你这个兄弟和兄弟媳妇 要把自己孩子卖 他们俩中国刷钱养不起 那你为什么要还帮着他们 做这些不好的事 他非得逼我说的赶紧的 帮我搭个闹死心 怎么逼你啊 他就成天找我 这还卖多少钱 那一千五 卖一千五 卖完孩子钱呢 给兄弟媳妇的 一毛钱我没闹 做好事 那不是做好事 我做孽了 至此 外围的取证已经可以证明 这里边极大的可能 存在着买卖儿童的嫌疑 如果真的是买卖儿童 那么这个孩子的生生父母 就涉嫌犯罪了 我们也怕这个中间存在什么纰漏 给双方给当事人 当事人什么不必要的影响 当天下午 到当事人家 到家看一下 摸一下这段情况 最近没回来啊 没 什么地方打工呢 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啥地方 我也没去过 警察到家里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是那对夫妻并不在家 按备份算 这个老太太应该是孩子的姥姥 他对民警充满了敌意 这两孩子都上学了 那小的是跟哪上学 小的那叫这 曙光啊 那跟孩子有啥关系 你们老乱孩子 警察在他们的家里 没有问到 涉嫌买卖儿童的 那对夫妻的消息 他们怀疑 这两口子 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躲了起来 女儿吗 你家猪太太 好不好 你是老猪户啊 我不是 我猪的 他猪的 他这个人见了没有 咱们摸情况的情况 那个特别有意思 说的你们不用上别的地方 白天上板几宛 就能找到 通过摸牌走访 警方得知 有人见过王启荣两口子 他们并没有去外地 是天天泡在了 某一个麻将馆里 根据这一情况 民警制定了抓捕方来 他这个人爱打麻将 晚上一等就出去 有可能打麻将打半夜 咱们又抓不着他 如果他吃的他 要吃的这个事了 他容易跑 往后我们早上六点 再不经常他情况下 咱们去他家 清晨 警方将王启荣 从家带到了派出所 当初把这孩子送走 只是因为就是养不起 对 最大是你的想法 没有什么别的 没有 送人 把孩子送人 现在可以也养不起 那你为啥 不要接人钱呢 那他给留下了 当时我家人 确实是挺困难的 他也留点钱 反正也就算 挺不家用的 那你知不知道 你这些行为是属于什么 那我都没想 就是现在我都没想 说这个 就是卖孩子 王启荣 开始的时候 百般抵赖 第一个说养不起 第二个 说不想提这件事 而且说在记忆里 不敢想这件事 以我看的 他就是百般抵赖 你竟然就不想养 也不想想这个事 你当时为什么生呢 是不是买卖儿童 当然不能由王启荣 自己说了算 当初他把孩子 给了出去 又收了对方的钱 这难道不是一种 买卖行为吗 在找到王启荣的时候 警方并没有看到 他的丈夫张四 民警问及 孩子的生父哪去了 王启荣推说 自己不知道 其实张四是潜逃了 随后 王启荣因涉嫌买卖儿童 被警方刑事拘留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要把孩子找到了 片子开头的那一幕 就是警察 到了买孩子的那一家 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这家的男主人 从地里赶忙回来了 警方局调查人家 这个孩子是 陈主任关于咱们 报养的时候 有些事 咱们那些有些事 需要核实一下 你看你跟杨磊人 让你父亲看我家 在你父亲看我家 然后你跟杨磊人 给我们睡一趟 我是给咱们家 说报了 什么 给咱们家自己报了 那个没事 咱们主要是把这个过程 咱们核实一下 核实清楚 因为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抱着孩子 过程当中 我直接就明确地一说 其中有几个人 涉嫌犯罪 就被我们去楼了 所以说你这个杨的话 就每个杨现在在你这儿 喜欢咱们也合适 新娘受不了 别受了 他受不了 这个事 你没太大关系 你没跟你没关系 不是 新娘不聊 还还还 还还 非常急 没事 好 别着急 没事 搞你咱主要是 这个问题吧 对你这个伤口对手 没什么答应 不要再开场 别拿压力 情绪非常激动 当时这个孩子的这个 父亲说了一句话 这孩子到我家 我是 这个当 拿挡眼珠子喊 比我亲生的还要上心 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能 把孩子给我抱走 就是说如果你把他抱走了 就是说 我这个我爱人 我父亲 今后怎么活 就是说 我们看着 通这个这个这个 他这个话语是简单朴实 但是看着 对这个孩子 还是非常重视 别提高不好 别提高不好 你还从提高干啥 冷静冷静 别这样啊 这孩子吧 我们也看着 你们对这孩子 没挺上心的 不用有什么太大的 物理压力 好 小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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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元换来的这个孩子 是不是就是犯罪嫌疑人 假淑情 给出去的那个孩子呢 这还需要通过DNA 做出最终的认定 不打针 来 我超过了 养胖了 太透明了 又收起 没事 帮你我们 帮你尝铺 在医院里 已经八岁的陈卓 根本不知道 为了他 大人们之间 发生的那些事情 这有点 这是炒的吗 刚好 刚好啊 刚好 快着急 回来接 来来来来 看看这多勇敢 建议一下 可以整个忙的 坐这儿坐这儿 不是超有 咖喱 男子汗子 他妈咋 他手汗子 手汗子 快点了 不干了 没事 你完事了 他没感觉到吗 你点热 好 站完了 是了 走了 一会儿再出去 好冷 就往这里站点 对 结果没有意外 这个孩子 就是王启荣的孩子 但是 怎么处理和认定 这起案件 警方也承认 这是他们办案当中 遇到的难题 他不是牟利 他是想真心的收养 因为他无有之女 没有之女 他想收养这个孩子 但是收养孩子 同样得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去办 不能是自己随意的收养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刑法学者 屈英九教授 屈老师在这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一个信息是DNA信息 DNA信息说 这个孩子的的确确是王启荣的亲生孩子 第二个信息 收钱了 1500块 甭管叫奶粉钱 还是叫辛苦钱 还是叫什么钱 1500块存在 但是 对于王启荣来说 他反复在描述 说是把孩子给人了 这个给 到底应该怎么定性 就在拐卖妇女儿童下面 他就是说 以出卖为目的 你做下列行为 任何一个行为都不行 第一卖 第二中短 第三你偷 那么所有中间的拐卖的任何有一个环节 就被认为是犯罪 明白了 那么所以这样父母 他原本没有拐的行为 但他是把孩子给卖 如果有卖的行为 对 所以属于拐卖妇女儿 所以到这个法律变化了以后 它就意味着立法者 就是说 人 他是一个独立人格的 尽管儿童他现在还没有成长 有自主权利的法律主体 但是他不是上帝 卖1500对不起 一定是犯罪 1000块钱 800 几百都不行 对于王启荣来讲 强调的是家里穷 孩子养不起 所以让大姑姐帮忙 把这个孩子送人 但是当警方在询问大姑姐的时候 大姑姐还真是有话要说 而且真不简单 说的内容不是仅仅针对这个事情 难道在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看一下后续调查 记者再见到张燕芝的时候 他已经穿上了看守所的衣服 据张燕芝的交代 他办的涉嫌买卖儿童的事情 并不止上面的那一宗 还有一个孩子 也是他的弟媳王启荣所生 这个孩子也是他帮忙联系卖出去的 张燕芝说 弟弟张四以前经营过一家蛋糕店 生意还不错 小两口日子也过得去 可是后来两人沉迷于赌博 输光了所有的家当 此后的生活 常常要靠他这个当姐姐的来接济 2003年生下的那个男孩 的确是因为张四家里穷养不起 他看着孩子可怜才帮的忙 可是他没有想到 两年之后 弟弟又找上门来了 第四胎是个女孩 孩子生下来近八天 他弟弟和弟媳妇又想把孩子给出去 张燕芝就第二次帮了这个忙 现在他说他帮这个忙很后悔 话虽这么说 但是他还是从弟弟家抱走了那个孩子 那么他又是怎么样把孩子卖出去的呢 张燕芝是开费品收货站的个体老板 他认识一个推车收费品的 一直称呼他张四儿媳妇 张四儿媳妇不知道是谁 为什么要通过收费品的来打听买主呢 张燕芝很明白 现在对各个居民区 各家各户的情况最了解的人 其实就是走劫串向收费品的人了 听了民警的描述 费品收购站的老板说 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叫张秀莲 据了解 这个张秀莲白天是在小区里推车收费品 到了傍晚才会到收购站来卖 辖区内的费品收购站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民警们当时能做的就是守住带兔 等了四个小时 张秀莲出现了 他也因涉嫌买卖儿童被警方所拘留 通过谁 通过高西点 为什么要换上脸 我这么行 他说这要孩子要暖子 我说有个孩子 你从中收集什么东西 物品没有 没有 张秀莲说 他找到的人是曹喜德 曹喜德是他同村的街坊 说完了没几天 曹喜德就带着要孩子的人来了 在这个抱孩子的过程中 怎么订出来你的家 这个我们的 这个三千元 谁订的 就是那个给孩子的家 有讨压房价的过程中吗 没有 据张秀莲说 三千块钱是王启荣提出来的 当时来抱孩子的那家人也没有还价 放下钱就把孩子给抱走了 看来想要找到孩子 还必须得找到曹喜德 说你得要想问曹喜德的下落 得找他爱人去问 我们就找到他爱人的水果摊那儿 找到以后曹喜德正好在水果摊的 结果咱们到那儿就会找 我感觉这件事好像是挺顺利的 曹喜德找到了 那么孩子的下落应该也有了 但似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曹喜德说抱走孩子的是他的二叔 不过他们有好几年都没有联系了 听一安县老家的那边人说 几年前他们就搬家了 至于搬到哪里去了 曹喜德也不知道 我买完孩子之后 就怕存在这种情况 就亲生父母再去找孩子去 所以说当时就把孩子 直接领了孩子 就从那个一安就搬走了 孩子是2005年卖出去的 到现在应该有6岁了 但是这个孩子可不像他的哥哥一样 被卖到了奇奇哈尔本市 当初买走女孩的人叫孟凡江 按照曹喜德的说法是 孩子不但卖的地方远 而且据说买孩子的孟凡江 又离开了当初的住处 那么这个孩子还能够被找到吗 警方最后确认这个孩子应该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福远县 这一次南普鲁派出所的民警 又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上路了 这来回这2000多里路 咱们不能这个跑着圆不道 他这个手里展住库不好查的 不好查你得查呀 咋不来了 来了就得把这事儿给核实了 这得到 慢点啊 车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了目的地 据了解 买孩子的那对夫妻在这里承包了一个农场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年了 你卖一下不是卖 你卖换钱了吗 换钱了吗 那个什么呢 就是说换了 给这两个钱是给两个钱 给啥 我们意思咋呢 我们报钱报 还都二十多钱了 你信不 我赏下了两个钱 就对这人家这奶粉钱 辛苦钱 挣长时间 咱们能白不来眼 就抱一盘就走 你别哭 大姐 别哭 别哭 没事没事 咱们哭了 你别哭了 太好了 都不吃东西 没事没事 我跟你说别哭 你去暴走嘛 孩子跟人家是人死 而且那孩子咋也不让他说 不让他知道怎么回事 就让你进来说说吧 这不行 这不行 这个程序是必不可扰的 对不对 所以说要你们把当时这个情况 把当初这个孩子怎么谈的 对不对 都是给你们联系的 当初怎么说的话 怎么当初这个经历 咱们可以谈清楚 对 而且呢 你放心啊 就是咱们这个孩子呢 咱们肯定 我们以前是给你保守秘密 绝对不会让孩子 对他这个绅士 对他什么差 这我们肯定能做好 是不是 你哭吧 对 你们修你们的想法 因为他毕竟他原来 那个差异这些事 事先放弃了 在这个家里 并没有看到 那个六岁的小女孩 孩子哪去了呢 会不会又被转卖到了 其他的地方了呢 警方一再的做工作 这夫妻俩才说出了孩子的下落 孩子现在在他们那个厂户 一个幼稚园 没事 没事 换了 换了 这个孩子被从幼儿园接出来以后 也很快做了DNA的鉴定 认定的确他也是王启荣的孩子 王启荣除了麦的这两个孩子 还有一儿一女 现在大的已经19岁了 小的也有12岁了 如果他们知道 自己还有一个亲弟弟 一个亲妹妹 以那样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不知道他们会对自己的父母 做何感想呢 因为涉嫌犯罪的 其中还有孩子的父母 亲生父母 所以说我们经过 真的和这个当地和 相关部门的许可 那孩子有的也暂时寄养在 这个他的养父母家 说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但是这两口子 第一个卖了一千五 第二个三千 是不是对这两口子的行为的衡量 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说你第二个又给了要了三千 就其实已经开始 性质在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你在实质判断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卖的行为了 但这种行为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前面其实也谈到 他可能和一般的拐了别人 还不会一样 还有一些区别 只不过在量刑的时候 可能量刑的就会宽大很多 会轻的很多 但是这个事情更复杂的是 孩子又和后来的父母 生活了六年八年 生活得很好 而现在的父母对他们视同己出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确实是让人挺头疼的一个问题 它涉及到一个法理和人情 因为为什么 只要司法官判断 你是用买的性质的话 是买的性质的话 你的行为就是非法的 那么任何人都 你哪怕是真的对那个小孩很好 都不能从这样违法行为中去获益 但是除了在不允许的 有不允许这个大原则之外 不是还应该有一个大原则 叫儿童利益最大 是这样的 司法官会判断 怎样对儿童最好 在极个别的案件当中 极特殊的案件当中 司法官有时候会考虑说 小孩放在你这里 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那么他会给你补办一些关系 手续 不必要非要打断受养关系 但是当然儿童一旦成年以后 那你就要告知他 没什么真相 那么这时候你甚至有责任 你告告着他父母 你看这个案件当中 肯定不适合把这个孩子再还给那个父母 那个父母应该讲 你那个行为本身就是有违法 而且更重要的 你这个人没有做父母的应有的基本的责任性和爱性 那你就不可能很难再去 让他回归到原来的状态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 孩子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但是从孩子们成长的角度来看 他们更有权利得到的是温暖和谐 充满爱的家庭环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区老蔡英先生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高兴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的节目